因为受惠于旺季的效应市场认为 冬元12份的业绩渴望优于11月份 全年营收有机会突破550亿元的新高记录 展望明年反而表示 冬元布局多年的车电还有风电的部分 营运都可以逐渐升温 尤其是风电设备的营收 有机会再重新拓展越南市场 以及中国大陆的风机陆续装机之下 业绩可以再创造